谢谢 跟两个学霸竞争 压力大不大 这出了学校 就不存在学霸了吧 就应该有这份自信 对于合伙人的考核呢 是全方位的 立体式 负责考核你的那个 人事部的人 是学体育出身的 所以他会大早上 拉你起来去跑步 老板呢 有可能会大半夜的 给你打电话 跟你聊聊业务啊 谈谈当事人啊 然后把最难的任务 交给你做 总而言之吧 反正这次考核 肯定是全方位 立体式的 考核你的脑力 体力 还有抗压能力 德德啊 你 你 你作业写完了吗 就在这儿玩游戏 跟你说话呢 我跟你说话呢 你听到没有啊 没写完你帮我写吗 谁叫你这样说话的 管不了你了是吧 行 好 德德现在越来越难管了啊 你多久没来看他了 我在外地呢 你把手机给儿子 我跟他视频 德德 来 你爸 跟你视频呢 起来 德德 想爸爸了 你在哪儿呢 来 爸爸给你看看啊 爸爸这儿喝酒呢 等你长大了 爸爸也带你来玩啊 行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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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什么呢 你跟孩子 王威 你疯了吧 喝点酒你干吗呢你 胡说八道什么呢 老婆 别挂 什么老婆 谁是你老婆 我跟许娜娜分手了 他怪我对你们太好了 对我们太好 我可谢谢你 你对我太好 来了 谁啊 我啊 小舅 你来干吗 我来看看兜兜 我没别的意思 离婚协业上有探视时间的 该来的时候你不来 现在你跟诈诗似的 想来就来啊 凭什么呀 不 我真的是一空下来 我就来看兜兜 再说了 我是孩子亲爸 对吧 你也知道啊 王威 你不能既要外面的风花雪月 而又要家里气贤子孝 当初你出轨的时候 你就应该预判到了 有今天呢 你也别想着用兜兜来 情感绑架我 没有用 你要心里面有我有兜兜 咱俩不至于这样 千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真的非常对不起 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 让我弥补一下 弥补 怎么弥补 一道歉就有机会 那我也给你道歉 你能不能把离婚时分走的财产 还给我呀 探施再来吧 别急 吴律师 我送孩子上学去了啊 豆豆 认真听讲啊 好好上课啊 这孩子现在本费上了 怎么不理人呢 我孩子怎么了 你教育的 我教育的怎么了 你教了吗 你干吗去了 你外面风花学院的 你凭什么管我 你凭什么说我 你有资格说我吗 千秋 我觉得咱俩得好好谈谈 谈 来 谈 能 谈 来 谈 呦